接下来我们看看二进制 如果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是我们改制 将本来这个数字是1011 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不是一个十进制的数字 这个是一个二进制的数字 我们叫base 2 写个世界2 其实只不过将这些10 这些基数10 全部换成2 这个就变成2的零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将刚才所有10 换成2 它们产生出来的place value 它们的位值自然都会全转 2的0次方是1 2的2次方是2 2的2次方是4 2的3次方是8 代表这个就是1位 这个1代表2位 这个0代表4位 这个1代表8位 如果我将右边的expanded form都转 它会变成什么呢 将所有10 转做2的基数 换成2 第一个是0次方 接着2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2的3次方 所以我们转成expanded form 这个呢 现在叫做1011 base 2 就是1乘2的3次方 再加0乘2的square 加1乘2的1次方 再加1乘2的0次方 我们就不会读成1011 在二进制里面 我们读到1011 留意的expanded form 其实可以将它计算出来的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是1,2 这个是0 1加2加8 即是11 如果你转回到十进制 这个是十进制里面的11